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粉絲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說說 哎呀,有人可能真的很生氣 大馬Sir,知道什麼事嗎? 誰啊? 因為這個沙地阿拉伯的皇室 又不聽話了 其實又沒有不聽話,因為他們 在俄烏戰爭當中是中立的 但是這樣等於變相是不給拜登 為什麼呢? 原來沙地阿拉伯億萬富翁也是他們皇室成員 你知道了 你做皇室成員當然是 他們很多的這些 控股公司,旗下國家的其實就是皇室的 那什麼人呢? 是不知趣呢? 就是 你覺得他不懂趣,但是他管得你那麼多 就是這個 阿雅里德親王 當然了,他當然是皇室成員,才叫親王 你以為這麼容易叫親王 你夠膽短地認的話 你就很容易 伸手易處的 你知道了,他們的法律 多麼嚴厲的 原來 阿雅里德親王旗下的 王國控股公司 原來 是靜靜地 投資了五億美金 哪裏你都不投資,你居然投資在 俄羅斯三大能源企業 你居然投資 你居然投資 六大能源企業 你說得對 這三大企業當然 都是 俄羅斯來說很重要的企業 所以 西媒就很生氣 你居然投資 你居然投資 俄羅斯 他說不是 我們是出於經濟考慮 跟這個石油減產一樣 哈哈 那這位親王呢 他投資是哪三個公司呢 耳熟能長的 第一間 俄器 Gasprom 俄羅斯天然工業公司 第二間俄油 俄羅斯石油公司 和露克石油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說 這些公司 資產被嚴重低估 是不是應該抄底 他們就說投資時機 剛剛好 因為 你們西方就說 要制裁這些公司 你們制裁這些能源巨頭 他的資產 是有些 貶值 那我們就去投資 如果用經濟角度來說 那也是沒錯 對嗎 完全是對 沙特阿拉伯 西媒就說 你們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灣國家 到今時今刻為止 對於俄羅斯出兵烏克蘭 還是保持所謂的中立立場 令到 西方的媒體相當不開心 原來 沙特阿拉伯 控股公司 2月份曾經對 俄氣和俄油 的全球 傳托平靜 即 即是 GDR 分別投資了3.65億美金 和 5200萬美金 沙特阿拉伯控股 其實 剛剛披露了這些文件 以及公佈近期一連串的投資 這家公司 2月和3月 你說2月份 我當你不知道 沙特戰爭那麼嚴重 但是3月份你還投資 這個露克石油 就是1.09億美金 不過他們 沒有說明 詳細各項投資的 原因 其實 他們就說 市價低的時候 抄底有什麼問題 又好像是 又好像是 當然 俄油和俄氣就很熟悉 露克石油其實也是俄羅斯 第三間我們比較不熟悉的 但是我就介紹一下 露克石油就是俄羅斯跨國能源企業 總部在莫斯科 主要是負責 石油和天然氣的提煉 以及石油產品的製造 其實 它的歷史 它的歷史本來是三間西伯利亞西部 這些 本來是 國營企業合併而來的 後來就叫做 露克石油 當然最搞笑的是 為什麼它是用之前三間公司的 字母開頭組成 不過我看到 台灣地區的 媒體你知道叫什麼嗎 叫什麼石油 什麼 露克石油叫滷石 這個好笑 滷石 滷葛 不是滷石 滷石 哈哈哈哈 當然原來這個 露克石油 是俄羅斯第二大石油公司 僅僅此於俄氣 所以 你投資它 就令到 這個 美國相當地不開心 當然 這個親王 阿瓦 阿瓦里德親王 因為 他之前 1990年代有一次 當作 落重注 成功投資 花旗銀行 而受到國際關注 他亦都是蘋果公司早期的投資者 他的眼光相當獨到 而且 他的眼光 沙特阿拉伯控股公司 過去是不會公開投資細節的 這間公司16.9%的股份是屬於沙特阿拉伯一個主權基金 主權基金肯定是皇室控制 而這個主權基金的董事長就是 阿瓦里德親王 當然 他們 這些肯定是無法物得本實 王署的親親戚戚 不過他們很大的皇室 那麼 結果 咦 這個 我不知道兩件事有沒有 關聯 不過 我覺得 都是跟沙特 之前減產是有關係的 現在還披露了 這位 沙特阿拉伯親王也是投資俄羅斯三大能源公司 所以我覺得 就是白宮給了一個反應 究竟什麼反應 白宮就說 我們拜登總統 是沒有意思在G20 20國集團峰會的時候 是見你們啊 王署無凱密德本實立 但是 好像 人家都沒有說見你 明白嗎 人家都沒有說見你 這個好笑 說我不見你 好像無可密德本實 王署 沒有說想見你 大話上這個挺好笑 人家都沒有請你吃飯 你結果說 我不會應你的要求 不會應你這個邀請去吃你餐飯 人家都沒有說請你 別那麼傻 挺好笑 有一點不請自來的感覺 人家都沒有說 要見你 為什麼你這麼搞笑 說不見人 原來 我們知道白宮就說要重新評估美沙關係 是的 不過他們就說美沙關係不會立即發生變化 你夠膽立即發生變化嗎 如果他將俄羅斯的兵力引入中東地區 你更一副也是 當然 現在 親王又投資俄羅斯的三大能源公司 另外 羅凱密德本薩納曼王署 領導的歐佩克加 產油各組織 亦都很不給面 在中期選舉那個月11月 就大幅減產 而且200萬桶每日 對於拜登政府來說是個嚴重打擊 因為他一直打算壓低油價和通脹 後來 這個 沙地亞阿伯的 外交部我們也介紹過 就是出了一份官方聲明說不會撤 不會撤回這個減產的決定 亦不會推遲 亦都令到 拜登今年7月份的中東之行 好像 都是挺難看的 都挺難看的 當然了 就令到 白宮發了聲明 來自白宮的 安全顧問 沙利文先生 沙利文 就說 我們拜登總統 是 毛兒 在下個月在巴里島舉行的G20 集團峰會 是見你們王處 羅漢密德本薩納曼 他在接受CNN 訪問的時候就回答這個問題 他就說 總統實際上 總統實際上已經說過了 他將會重新評估美國和沙地阿拉伯的關係 因為沙地阿拉伯 沙地就覺得你是老屈他的 因為 沙利文就說 你們沙地已經站在俄羅斯那邊 但是沙地就說我們出於經濟考量 其實這次親王投資也是出於經濟考量 你用在經濟理論上 他的價錢 抄底是真的沒有問題 這是常識 是吧 當然現在你當然是入他數 沙利文也說 沙地阿拉伯已經是違背了美國人民的利益 在歐佩克 加這個產油國組織宣佈 原油產量下降了之後 其實 利瓦德和華盛頓的關係惡化 是有利於 俄羅斯的 沙地阿拉伯可以說 你不是可以不惡化嗎? 你當看不到就行了 行不行 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一起 是 說這個無罕密得本實 他們一起都發了聲明 這次居然很團結 我們和沙地阿拉伯的關係 在兩黨支持之下建立了幾十年的關係 所以呢 總統先生是不會 是會 會見這個無罕密得本實立的王署 當然沙利文也說 沒錯 我們得到兩黨的支持 總統先生無論如何 都不會在朱二十峰會見王署 都說人家沒有叫我見你了 這個也挺好笑 人家都沒有說過他不見 到時 不要讓我說中 到時沙地阿拉伯有出份聲明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過要見拜登的搞笑 丹馬上說 又是只差你來玩 怎麼沒有撐到那樣的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哈哈 其實 我們也看到 現在 拜登的顧問也說要重新評估 利亞特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 改變 美國對 沙地阿拉伯的軍事援助方式 你改變的話可能你就很麻煩 我就相信你不敢的 因為始終沙地阿拉伯 就是 某宗教世界的 起碼在中東是共主 當然有些信某宗教的也跟他不合 但是 你別以為 他不做事 沙利文也說 現在 沒有什麼會即將發生 我們要時間 要時間去磋商 做出符合美國人最大利益的決定 他也說總統不會貿然行動的 他會有 有條有理 和有戰略行動 說他有戰略嗎 戀差這麼急 就是白宮出來有兜的叫戰略 戰略模糊都是戰略 沒錯 他也說 總統先生會花費時間 和兩黨成員進行磋商 也將會有機會 叫國會議員來白宮 一起談一談 如何應對沙特減產 沙利文也說 潛在的選項就包括 重新審查對沙特阿拉伯的軍售 那他就買俄羅斯東西 對吧 你不要 你不要以為他做不出 當然 無開密德本撒冷王署也沒有說見你 你又說好像有一點一雙情願 好像一雙情願 我不見你 人家有沒有說見你 這個也是挺好笑的 當然 現在 這樣的時候 歐佩克加的減產決定 都令到我們很嚴重 老實說普通國家也很嚴重 除了美國之外 那麼當然 歐盟還傻耕耕地說對俄羅斯天然氣價格設置上限 又做不到 但是又只有港幣 都是要政治正確 俄羅斯都已經說了 你設置上限 那麼 我們就立刻停止向你供應俄羅斯 的天然氣 因為還有7% 歐盟的天然氣原來來自俄羅斯 說真的 減產當然 不單止對美國有害 對於歐盟國家也有害 歐盟更加大事 雙重打擊 因為美國還有液化天然氣 所以 現在這個局勢 大家相當地 是不知所措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